欢迎收看全球瞭望 我是蒋宗玉 今天来关心的是军事话题 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来宾 是研究国际战略的资深媒体人 齐乐义 齐大哥 宗玉好 还有观众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节目当中 今天马上来关心的军事话题 是爱国者 恶行的飞弹 国防部日前进行了国军精准武器设计操演 那么在清晨6点多的时间 从东部台东县城宫镇的鸡灰鱼港 发射了一枚天宫二型飞弹作为靶弹 并且从屏东九棚基地 发射了爱国者二型飞弹 进行实弹的拦截演练 最后是成功在兰宇上方击毁了靶弹 这场演续呢 原本是在去年10月就要进行 但是当时预计要发射天宫三型飞弹 博国军临时发现有中共的海警船 在兰宇附近公海活动 而且行制人员又发现到 有中国大陆的人士在墾丁民宿 企图要搜集行资 因此呢只好紧急停止任务 避免重要的参数外线 所幸这一次的拦截演练相当成功 也让苦等多月的军事迷大保有福 好回到节目当中呢 马上来跟齐大哥请教的是 这一场演训大家呢很多人都形容说 这是很昂贵的烟火秀 不过当然它是成功拦截到了 这在军事意义上你怎么看待呢 这次是用那个爱国者2嘛 去拦截那个把弹式天宫2 它最大的意义就是说 爱国者2可以拦截弹道飞弹 大陆就要弹道导弹 弹道飞弹 这以前应该也有相关也有测试过了 那最近又在测试 这个timing时间是很有意思的 你有没有发现最近 美国一直在试射这个民兵3 最近你看 它从今年的这个2月试射一次 4月一次 5月初跟5月底都试射 美国试射的频率非常的高啊 民兵3 那当然它是对应于这个北韩嘛 北韩可能会有长程的这个弹道导弹 所以它在测试 所以现在这个整个东北亚有一股测试风 就很多的国家 包括台湾也不离开 对 这个是有它的必要的 有它的必要性 那这次最主要的证明就是说 是爱国者2的实际的这个 拦截弹道导弹的情况 是 不过当然大家也看到这场设计演练 刚刚我们看到的新闻画面当中也提到 原本是计划在去年10月就要进行 不过当时可能有一些情资 显示说可能对岸有所谓的情搜行动 或者说有一些海警船在附近公海活动 那当初临时喊停的原因 只是单纯这两个因素嘛 这个当然是一个主要因素 但我的了解是像九棚基地 有时候试射都是晚上试射的 晚上试射比较 不一定是防对岸 防很多周边的国家 也会来进行所谓的探测嘛 这次是这个大啦啦的很公开的 而且我看到的影片的距离都很短了 所以在影片上有人就质疑 在管制有没有做好这相关管制 你看这距离都非常的近 可见这个管制区域不是很大了 那当然它的重点就是要去证明说 我们的爱国二 这次已经是现役的 已经装备到部队已经相当一段时间了 那现在还在这个继续的测试 就代表说在不断的精进 在不断的一个精进的过程中 不过有意思的是说 可能现在有两个讯息还要再去把握 就是媒体都说它是涉高 在蓝宇的上空60公里 按照这个数据来说 可能涉不到那么高 爱国二爱国一啊 爱国二大概涉高 爱国者飞弹涉高都是末端低空的 大概都在30公里以下 应该不会涉得那么高 涉得那么高就有点接近那个萨德了 萨德是末端高空 是大概离地50到150公里 所以这个可能是有一个 可能有些错误 也可能是它的距离 因为从九棚到那个蓝宇 差不多60多公里 OK 可能是它的距离 所以这个是孤段的距离 不是涉高 这个当然我们要进一步地去确认 还有一个是网络上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 不过这很有意思 说可能这次测的还不只是爱国者二 会不会也是测天宫二 虽然天宫二是靶弹 它虽然是靶弹 那有什么好测试 它是靶弹 但是有人这么说了 但是反正观察 因为天宫二有两种不同的弹头 有AB弹 A弹头是防空用的 中高空防空 那现在有消息说 有B弹头是地对地的 那当然如果 它中间是把弹被拦截了 你也不知道它自己打的情况如何 这只是一种不同的猜测 但不管怎么说 重点就是我们的爱国二 显然处在一个比较良好的战培状态 万一有一些什么事的话 它是可以做出因应的 不过其实大哥刚刚提到这一点 倒是让我们比较好奇一点 你说有两个不同的AB弹头 那可能用途不同 也有可能是大家在测试说 之前挂的可能都是防空用 那么这一回如果在地对地 如果在拿来当靶弹的情况下 它还有实际上的演练的意义吗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还不太清楚 因为这是网络上不同 有人提出不同看法 但有一点就是 当这个问题被提出来的时候 了解情况的专家就都不说话了 平常有的人会在这个问题上会说一些话 所以是透过演练来与正视听 对 但对这个问题就不说了 那当然我们希望 我们的飞弹是多功能用途是最好 能够更频密的 在适当的时机去演练 那是对我们的部队的整备 战备整备是有帮助的 也是有效建构防护网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 不过爱国者二型飞弹目前在台湾 竟然已经演续能够达到拦截的功效 那么详细 对于台湾世界防卫又能够带来哪些帮助呢 我们稍后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讨论